今次想介紹一個藝術節的古典音樂節目 就是2月28日文化中心音樂廳 帕弗 若妃 帕弗 耶妃 指揮 NHK 交響樂團 只是演一場而已 他們還是專程來香港 這對日本樂團也來過藝術節 2002年由杜拓話 莎-de-trois 指揮 當時我沒有看 不過之後也在東京聽過他們四五次 其中兩次是近一兩年的事 NHK 即是日本國營電視台和電台 NHK 交響樂團在日本也是被當作最好的樂團 他們有一點特別吸引到我 就是他們會請很多出名的指揮 雖然未必會請到最好的十個八個 但都已經多過香港很多很多 所以我第一次聽NHK 就是聽Skvachewski 指揮布魯克納第八個一項曲 之後聽過鄭明徽指揮馬勒第三 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 Herbert Blomstedt 指揮莫扎特第三十八交響曲 和布洛克勒第九 不過還未曾聽過若非指揮他們 但我頗肯定他們不會去到歐美頂尖的級數 不過也肯定是日本最好的 問題是 和講個比又會怎樣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又想再講一下他們請到好指揮這一點 我覺得樂團資源足夠 日本多觀眾當然會吸引到好的指揮 但最重要的是 NHK交響樂團的節目取態 都是以指揮行先 即是他們不會經常打算 用一些明星獨奏家去吸引人入場 而且他們對這些出名指揮 都會表現到很大的誠意 例如一請就請他們連續演兩三個節目 就留夠兩三個禮拜 所以有些大亡人指揮 都會很樂意和NHK合作 例如若非本身已經是大亡人 但他都會做他們的手席指揮 上次我聽說的Blomstedt 就和他們合作了三十多年 他現在都過了九十歲 都很搶手 但他每年都會留下兩三個禮拜給NHK 那場布魯克納第九 是我聽過現場最快的演出 大約只有五十五分鐘左右 樂團可以給到Blomstedt 想要的火花和動力 我都聽過Blomstedt 指揮柏林愛惡 那次是玩布魯克納第三 NHK肯定就不夠柏林好 不過這次的合作很滿意 所以NHK可以和他 或者很多大指揮 保持緊密的關係 就一點都不奇怪 香港很值得去學 就真的不要那麼短視了 就是要以藝術的質素先 就不要那麼容易動搖 例如說 見些廢物都差了 就突然拋一大堆 例如Crossover、電影配樂、電影放映的節目 這樣其實不單止會影響樂團的水準 還會把其他樂團或其他藝團的空間 回到之前的問題 為什麼我想聽NHK交響樂團的香港演出呢? 因為我近一年都聽了不少其他東京樂團 在2019年1月這一刻 我覺得一場港樂演出 如果是由凡子燈指揮 都多數會好過所有日本樂團 但如果沒有凡子燈的話 就多數會跌到低於日本樂團的水平 所以更加就要看看 NHK交響樂團來到我們文化中心 又會表現成怎樣 對於香港的古典音樂發展來說 NHK交響樂團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啟示 再講一次的演出日期就是2月28日 晚上8點鐘文化中心音樂廳 今天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可以給我一個like 還有按訂閱subscribe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出新片的通知了 拜拜